在洛杉矶报德温村的移动公寓 一名居民于2月16日因大声喧哗并向外任务引起社区混乱 邻居的影像显示 小巷内堆满了家具和生活杂物 这起骚动从深夜开始 物品如蜡烛、酒瓶等香剂被抛出窗外 导致对面居民窗户破损 警方和清洁人员后到场处理 发现多扇窗户被破坏 尽管警方多次试图联系该居民 但未成功进入 洛杉矶警察局认为 该男子可能有精神健康问题